基本上是用單一治療的方法 即是只是口服 不需要打針 它的副狀應該是最少 而且成效會相對高很多 簡單來說 打發尿就掉入血管裏 縮到腫瘤的機會是三成左右 最多是四成左右 但如果用標靶一般是可以去到八成 所以你看到差不多成效高很多 副作用也少很多 例如標靶不會把免疫系統減到很低 感染細菌的風險會低很多 它相對安全很多 只要病人在第四期肺癌內 特別是線性 我們都會做測試 究竟是否適合EGFR的受體變異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用標靶藥 正如剛才提及過 標靶藥有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它們的成效都很好 特別是第三代 我們發覺比起第一代 無控盡生存率差不多 例如十八九個月在第三代 如果是第一代 可能十個月 十一個月左右 你看到現場多了很多 副作用也差不多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都可以考慮 在第一線上 都可以考慮 根據研究 第一代 其實它的藥物可以上到腦 但原來我們人體裏 腦是特別有一個防護膜的 不是所有藥物都可以上到腦 發覺第一代 可以上到腦藥的份量 是比較少 所以如果它有腦的轉移 基本上你用第一代 那個療效是低很多 第三代就不同 因為我們發覺第三代 它可以上到腦 就是藥可以上到腦 是多很多 所以它那個治療的效果 比對上來就好很多